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蓝牙和WiFi织目 传信无声 解码科技史正在播出 如今 我们已经习惯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及时通信 无论在家里 在户外 甚至在人际罕至的野外 拨打一通电话 网络传输一份电子文件 随时能够拉近与他人的距离 而这所依靠的正是无线通信网络 关于这项神奇发明的开创者 从一些尘封已久的档案中 我们找到了这样一张照片 似乎与照片不太相符合的是 在照片的背面 手写着这样的字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翻开这份档案 更让人感到诧异的是 尽管无线通信技术 如今已经将全世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他的开创者 却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利益 甚至被人们所遗忘 这个发明家是谁 他的发明项目又是什么呢 看看我背后的背景 这些东西我们是再熟悉不过了 可以说 现今我们的生活 就是搭建在这些技术的基础之上的 这其中就包括了SIM卡 也就是我们手机当中所使用的电话卡 也包含了我们人人都离不了的无线网络 还有就是蓝牙传输技术 那这位发明家会是谁呢 可以说在整个科学史上 没有发明家像他一样 似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充满了谜团的人生 以至于到今天 我们都不能够说 对他的一生有足够的了解 而且套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形容的话 他不仅仅是没有从他的发明项目当中 享受到任何巨大的经济利益 而且他的晚景 真的只能用晚景气量来形容 他的晚年是在美国的一家养老院当中 孤独地度过的 每天的生活 无非就是看看电视 听听广播 再不呢 就是坐在窗前 看着外面的太阳声太阳落 花开花谢 我们没有任何人知道 此时此刻 这位孤独的老人 他的脑子当中到底想的是什么 是想起了自己 过去年轻时候 岁月当中的浪漫情节 还是想到了 自己在战争年代所经历的一切呢 那么他的人生又是怎么开始的 他的发明又是如何影响到 我们今天的人的呢 这个故事要从1937年讲起 1937年秋天的一个晚上 在维也纳郊外的一栋豪华别墅中 正在举行着宴会 来往的客人穿着正式 别墅的女主人挽着男主人的手 和客人们欢笑交谈 只见女主人趁着别人不注意的功夫 敲着男主人的手 不听她的 她的声音 她们ے不得了 她们在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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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再给了 她们爱上 在有一点 她们觉得有女儿 三星 你 每个人都不得了 所有人都不得了 每个人都不得了 我们乱以外 至少 这栋别墅的女主人是谁呢 幸亏她这一生 留下来了无数张照片 我们特意选取了 其中一张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可能看完之后 您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天哪 太漂亮了 简直就像电影明星一样 没错 您的猜测是正确的 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 这位女性的形象 的的确确是在大屏幕当中的 一位演员 她的一生曾经在二十多部电影当中 扮演过不同的角色 因为她的美貌征服了所有的人 所以在当时的电影界 有人称她为是 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那么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她到底是谁呢 说一说她的名字 看看大家伙有没有印象 她的名字叫做 海德维希 艾瓦 玛利亚 基斯勒 说到这儿可能我们会摇头 她是谁 好像看着挺眼熟的 为了好记 我们还是来说一说 她的艺名吧 她的艺名叫做海地拉玛 海地拉玛又是谁 我们今天的主题 不是说的一个发明家吗 难道他就是那个发明家吗 没错 这位影星就是我们一开始 所提到的那位 在养老院当中 孤独中老的女发明家 她的发明有多伟大呢 2014年的时候 她正式入选了 美国发明家名人堂 这是一份什么样的荣誉呢 在这个发明家名人堂当中 有艾迪生 莱特兄弟 亚历山大 贝尔 这些在人类的科学技术史上 鼎鼎大名的人物 在名人堂当中 是和她平起平坐的 仅凭着这份身份 我们都可以知道 她的发明对后世 有多么大的影响 那么她的发明到底是什么呢 一个女明星 怎么会突然变成了 一个发明家呢 这段故事要从二战前期 给大家讲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 德国重新燃起了 征服世界的野心 临近的国家 最早成为了德国战争 獠牙下的牺牲品 1936年7月11日 奥地利政府在德国的右使下 签订德澳协定 奥地利划入德意志的势力范围 德国为了酝酿下一次世界大战 开始在当地搜刮各种 能够利用的战争资源 他们开始频繁出入于 位于维也纳郊外 海地拉玛的家中 目的并不是为了 一睹海地的美貌 而是为了与她的丈夫见面 在当时的奥地利 堪称是最有钱有势的军货商 弗里茨曼德尔 对于当时欧洲上空笼罩的战争阴云 在她看来是最鼓动人心的天气预报了 同时她也是德澳两国合并的 一个坚定支持者 这就与妻子海地拉玛的观点和立场 发生了巨大的矛盾 夫妻两人经常为了这个事情而进行争吵 在吵架的过程当中 曼德尔还经常拿出海地拉玛的一些 过去的把柄对她进行羞辱 海地拉玛实在是无法忍受 夫妻两人的关系就是越走越远了 那么海地拉玛有什么样的把柄 被她的丈夫拿住了呢 那就是海地拉玛在过去参加电影演出的时候 曾经有一些暴露的镜头 这在当时的世人眼中是难以接受的 所以她的丈夫经常拿这个 作为讥笑自己妻子的一种手段 面对着两人渐行渐远 海地拉玛知道此刻的婚姻 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 她必须要逃出丈夫的牢笼 1937年的一天 海地拉玛总算是找到了出逃的机会 她把提前准备好的一些安眠药品 放在了仆人们的食物当中 当这些仆人们呼呼大睡的时候 她趁机离开了家 辗转地来到了美国好莱坞 发展自己的事业 美国虽然远离欧洲大陆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海地拉玛一方面忙于自己的演艺事业 而另一方面她坚信 自己一定可以为早日结束战争做点什么 这位传奇的发明家 凭什么有这样的自信呢 因为她除了美貌之外还有过人的天赋 从小她的学习就非常优秀 是典型的学霸一级的人物 她的理科成绩尤为出色 那么在从事演艺事业之前 甚至她还曾经在通信方面下过不少的工夫 正是因为有了早年的这些经历 所以她才有自信 自己一定能够做点什么 来到了美国之后 虽然她从事的还是演艺事业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海地拉玛也慢慢展现出了 发明方面的过人天赋 战争爆发之初 海地拉玛曾结识了一位名叫霍华德休斯的美国飞机设计师 并对这位彬彬有礼的男士心生爱慕 海地得知 休斯有着这样一份梦想 制造出一架全世界最快的飞机 然后把它卖给盟军 用以抵抗德军的进攻 一心反对德国发动战争的海地 立刻对休斯的想法产生了兴趣 从此 在拍戏后 她将全部的时间 投入到对世界上最快飞机的发明中 海地认为 现在的飞机之所以速度不够快 是因为它的形状是方形的 还有两个翅膀的结构也不利于飞行 她想到 飞机的形状或许可以按照动物的体型来进行改进 于是 海地购置了两本书 一本是关于鱼类的研究 而另一本则是观察鸟类的记录 她想要将世界上飞得最快的鸟和游得最快的鱼两者结合起来 很快 一架新型的飞机 在海地拉玛的笔下渐渐成型 当他把自己的设计稿放在休斯面前 就连这位知名的飞机设计师都为海地的想法赞不绝口 海地的发明才华 在这段时间就已经慢慢地显露了出来 这个时期 海地拉玛在与她的母亲进行通信的过程当中 也表现出了面对战争巨大的压力之下 她内心深处的恐惧和坠逐不安 比如她就曾经写道 我的脑子里满是心事 如果您能赶来 我会很高兴 目前局势很不稳定 我从早到晚听广播 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 每个夜晚我都害怕地睡不着觉 当时的时局变化 让海地拉玛处在了这种担惊受怕之中 面对惨烈的战争 任何人可能都会感到深深的恐惧 海地拉玛也不意外 但到底是什么事情 促成她觉得自己一定要做点什么呢 恐怕是和这则新闻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1940年的某一天 英国的一艘难民船 遭到了德国幽艇的攻击 一枚鱼雷带走了两百多条 无辜的生命 其中还包括了83名儿童 德国人的U型潜艇 一度让他们处在了赢得战争胜利的边缘 是像这样的画面 夜色中 一艘潜艇在水下悄悄逼近对手 利用无线电告知周围潜艇目标的位置 收到消息后 数艘潜艇像狼群一般逼近猎物 发动攻击 被攻击的战士们还没看到这些潜艇的位置 就被击沉在海底 很多英国士兵感叹 这些潜艇好像永远都不会被打败一样 二战期间 纳粹德国的海军 推出了臭名昭著的狼群战术 那些潜伏在大洋深处的潜艇 就像是一只只恶狼一般 他们瞪着血红的眼睛 瞄准的对象 不仅仅是敌国交战国的军舰 同时 他们也对民用船只 展开了无差别的攻击 那么作为一个弱女子 就算你是冥满天下的女明星 你对改变这样的战局战况 能够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海底拉玛把自己关在了房间当中 足不出户 每天都在纸上写写画画 他在干什么呢 他居然是在设计一种新式武器 原来海底拉玛想要发明的 正是可以远程遥控鱼雷的 无线通信系统 让盟军在海洋战场上 占据优势 从而抵抗德军的进攻 由于鱼雷目前只能在固定轨道上发射 为了能够击中敌人 需要在水下不断调整 鱼雷的攻击方向 因此 利用无线电 对鱼雷的方向进行及时操控 成为了海底拉玛 此时想要实现的目标 而关于这项技术的起源 无线电 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就已经取得了一些技术上的突破 时间回到1894年 在一个寒冬的夜晚 位于伯洛尼亚的一栋房子中 三楼的窗户透露出一丝微光 一个兴奋的年轻人叫醒了母亲 说要给她看些东西 这位年轻人 就是正在研究无线电技术的 加利尔摩马可尼 在三楼的实验室中 只见马可尼按下了一个开关 楼下的客厅里 立刻传出叮当的电铃声 而实验室与客厅并没有导线相连 马可尼实现了凭空打铃 开心之余 母亲认为这太不可思议了 几天后 马可尼索性把接收机搬到了屋外的花园里 正是在这里 他想到了使用天线和地线来增加传输距离 他二哥陪他挖地穴埋地线 爬上树梢挂天线 马可尼终于突破了100米的传输距离 此后 他的脚步仍在加快 不断刷新着无线通信距离的记录 100米 1.2千米 14.5千米 他利用无线电信号跨过花园 越过家附近的小山 飞过布里斯托尔海湾 1901年 马可尼成功横跨大西洋 他收到了距离长达 3300多千米外的电码信号 马可尼一次次突破更远通信距离的尝试 为人类打开了无线电的大门 同样是在19世纪末 另外也有一位科学家 进行着无线电领域的研究 他就是科学天才尼古拉特斯拉 据说他设计了一种全新的鱼雷艇 而这种鱼雷艇之所以被各个国家的海军所重视 那就是因为他不需要人亲自来驾驶 而是能够利用无线电信号进行远程遥控 据说一位曾参观过这项演示实验的人 对当时的情形进行了这样一番描述 特斯拉先生准备了一艘螺旋推进船模型 模型上安装着三根细杆 中央的一根明显比两边的高 两边的细杆上安装着白赤灯泡 特斯拉先生解释说 这艘船中包含着一个由舱内蓄电池驱动的电动机 和一个驱动舵的电动机 通过中央的系杆 接收来自远处操作台发来的电脉冲 启动电动机与此同时点亮灯泡 特斯拉先生急速旋转了一下开关箱的手柄 同螺旋桨即刻开始转动起来 接着他又发出了一个信号 螺旋桨停止转动并恢复到最初状态 特斯拉的遥控舰船足以令每一位观看过 这次实验的人感到惊叹 不过因为电路结构复杂 加上遥控环境需要进行控制 特斯拉的发明并没有能引起美国军方的重视 无线技术来操作机械装置可不可行呢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 最起码在陆地上是能够行得通的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还发明了一款遥控坦克 这个遥控坦克就是借助无线电遥控技术 来实施对敌人的打击的 但是这个东西放到海里 放到鱼雷上就一定能够成功吗 在当时很多的纳粹科学家看来 也许经过努力他们就可以做到这一步 当德国人正在悄悄地进行着 无线遥控鱼雷的研制的时候 海迪拉玛却通过一个非常特殊的渠道 知道了德国人的秘密 这个特殊的渠道是谁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卫士又有一次 一这个变道 会不会有一次 还会不会有第二人 这边的渠道和人 会不会有整理 此的浪费 这边也会有很多 这边就是 这个预则 这边是宣布体来 而且这边是 我也 ved 它是 这边是 这边 这边 它就不受了 我也不充装 这是 是 你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更不要说是在二战期间了 倘若德国人真的是掌握了这项技术的话 原本这些鱼雷 我们通过规避它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进行只字形的路线前进的话 可以躲避鱼雷的攻击 但是倘若这个鱼雷跟长了眼睛一样 可以接受潜艇的指挥的话 那就是指哪打哪啊 鱼雷对于船只的破坏能力 实在是太过于恐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海地拉马考虑的 是希望盟军实现反超 在德国人将可远程操控的鱼雷 投入到战场之前 为盟军抢先制造出来 结束这场残酷的战争 然而要想让无限信号 在遥控鱼雷攻击方向的同时 不被敌人截获 成为了海地一直在思考的难题 此时一份特别的礼物 偶然间给予了他灵感 这份礼物就是当时 零售市场上的第一个 无限遥控收音机 菲尔科摩合 如何进行操控呢 就像是拨号电话一样 只要手指拨动任意一个拨号孔 就能够远距离切换收音机的频率 海地在房间里悠闲地拨动着遥控器 从房间的另一头换台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如果可以改变信号的频率 就像拨号器上跳动的电台频率一样 当信息传送给鱼雷时 如果有敌军试图进行偷听或干扰 因为频率的改变 他们只会听到随机的噪声 这样一来 是不是就能够实现信号保密了呢 海地将这样的想法称为票频 那么海地拉马的思路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如果对这个鱼雷只是只是单纯的一个频率的操控的话 那么很容易就被对方真听到你的发射频率到底是多少 倘若说这鱼雷 它的操纵信号可以能够在不同的频率之间来回的跳跃的话 那么这对敌人来说几乎是没有办法进行跟踪和侦测的 可是海地拉马毕竟不是一个职业的发明家 他的职业是一位女演员 所以哪怕他的天赋再高 思路再正确 可是如何把他落到实处呢 这对他来说已经是完全超纲的范围了 他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把这个想法附读于实践 恰在此时呢 一位钢琴家的无意中的出现 让一切似乎都走上了正轨 不久之前 海地刚接拍了一部新电影 在片中饰演一位歌舞团演员 为了让自己的身材更为接近角色 他正想办法把自己的身材比例调整得更加匀称 碰巧 海地拉马曾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位名叫乔治·安塞尔的人 他会定期写一些关于调理腺体内分泌的文章 海地下意识地以为乔治应该是一位医生 于是就立刻拨通了他的电话 邀请他一同喝咖啡 聊起了如何快速减肥的事 不过乔治·安塞尔却似乎有些难为情 原来他的本职工作与医生毫无关系 他是一位好莱坞音乐家和钢琴师 只是在研究音乐之余 对营养学特别感兴趣 不过因为同在电影业工作 他们还是慢慢熟络了起来 渐渐成为了无话不说的知己 当然他们的很多话题还都是跟战争有着密切的关联的 这其中他们也会谈到各国的新式武器 谈到德国的幽庭 海地拉马也很自然地会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告知给这位朋友 但很可惜 这位朋友是一个典型的音乐家 对于海地拉马关于无线电的一切想法 都给予不了他任何帮助 海地拉马在这方面也没有任何的强求 但是没有想到两个人的某一次接触 确实安塞尔给海地拉马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启示 那么这个启示是怎么来的呢 两个人聊着聊着 那很自然地就会把钢琴弹奏起来 就在这位钢琴家的指尖来回跳动的时候 海地拉马却在琴键与手指当中 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启示 安塞尔的手指灵活弹动着琴键 这样的动作引起了海地拉马的思考 无线信号的频率能否像弹动琴键一样 以乐谱上的某种既定规律不断跳动呢 当海地将跳频的想法告诉安塞尔 面前的这位钢琴家立刻想起了什么 他兴奋地向海地说道 我有这个系统 原来乔治·安塞尔曾为一部名叫 《机械芭蕾》的电影作曲 在作曲的过程中 他曾使用了16架自动钢琴进行演奏 这些钢琴是由已经打好孔的卷轴 带动钢琴键进行自动弹奏 在听闻了海地拉马关于跳频的设想后 乔治·安塞尔立刻联想到自动钢琴的原理 倘若像卷轴编辑好琴键弹动的规律一样 制定出一套无线电信号的变化频率 在鱼雷的接收器和舰船的发射器上 安装相同编码的卷轴 在同一时刻开始以相同的速度转动 也许就能够实现跳频 海地和安塞尔坐在地板上 用火柴盒模拟着一艘目标船 火柴模拟无线控制鱼雷的连续位置 无线信号在每段频率上 仅发送整段信息的一小部分 参照钢琴琴键的数量 在88个频率之间不停地进行跳跃传送 这样一来 没有掌握跳频规律的人 根本无法进行窃取或是干扰 能够实现对无线信号进行加密 提高鱼雷打击的命中率 1942年8月11号这一天 海迪拉玛和乔治安塞尔发明的 这项技术被授予了专利 那么这份专利技术的名称叫做什么呢 在这个证书上我们可以看到 英文标识很简单 就是秘密通讯系统 谁能想得到 这样一份技术 它的发明人居然是一个电影明星 和一个钢琴演奏家 那么这项专利的具体用途是什么呢 在专利证书上是这么写的 本发明广泛设计使用 不同频率载波的秘密通信系统 尤其适用于武器的远程控制 比如鱼雷等 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 操作简单可靠 但同时又不容易被截获 并被破译的秘密通信方法 此时 德国的U型潜艇 仍在海洋战场上肆意攻击着盟军 他们利用狼群战术 对商船和军舰发动不羞耻的鱼雷攻击 海地拉玛和乔治安塞尔两个人 时刻关注着这场战争的走向 他们探论着 利用跳平技术 对U型潜艇进行反击 既能够对鱼雷的位置进行及时操控 实现精准打击 又能够防止德军截户 成为克制德军潜艇 鱼雷的有效利器 随后海地拉玛和乔治安塞尔 把他们的这项发明专利 通过国家发明委员会 转交给了海军的相关部门 他们期待着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在战争当中出上一把力 而且他们的这个捐赠是无偿的 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海军军械局像这样的机构 收到了他们的专利证书之后 看到了发明人居然是一个钢琴演奏家 立刻火冒三丈 表示他们根本不可能 把一架自动钢琴安装在鱼雷当中 眼看着他们俩的发明 就这么石沉大海 但是没有想到另一个事件的发生 却给了他们一次展示自己力量的机会 1941年12月7日 日本的战斗机出现在美国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上空 美国军舰遭到严重炮击 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们开始大规模扩建海军 由于战争的加剧 海地的发明终于在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二年 引起了军方的注意 经过一段时期的调研 美国国防部 海军 国家发明委员会 以及联邦调查局 专门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 研究是否将海地与乔治的发明 投入战场 收到邀请函的海地 此刻心情更是十分激动 自己的这项发明 终于要如他所愿 发挥作用了 为了出席这次会议 海地拉玛对自己的着装进行了精心的考量 他要尽可能地减少自己身上 属于女明星的那一份独一无二的气质 另一方面呢 要尽可能地展现一种大度沉稳 充满了科学的气息 他希望通过这一次会议 能够让海军部门 以及相关的军方人士认识到 他们的发明是大有前景可用的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 整个会议的气氛 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在座的所有人 他们感兴趣的 似乎并不是他的发明 而是海地拉玛作为一个女明星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秘密会议场所 当他说出 我最开始的启发 是来自于我的一位朋友 安塞尔的自动钢琴的时候 这些人反而爆发出了 阵阵的嘲笑之声 似乎在他们看来 你疯了吧 一个你演员 你就踏踏实实地演自己的电影吧 何必要到这里来出丑呢 战争是属于男人的 战争的发明也是属于科学家的 跟你这样的人毫无关系 除了参与会议的人员 对海地拉玛演员的身份产生偏见 他们也深知 这项发明在当时实现起来 有着不小的难度 如何才能把一整套无线设备 放进鱼雷呢 尽管在二十世纪初 一些科学家曾想到 利用半导体 可以制作与电子管 同样性能的晶体管 然而由于技术问题没有解决 直到四十年代末期 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 才成功制造出第一支晶体管 在此之前 电气设备通常使用电子管制造 体积十分巨大 比如军方使用的第一台通用计算机 埃尼阿克 占地150平方米 重量达到了30吨 要将类似这样巨大的设备 放进舰船发射器和鱼雷接收器 在当时紧迫的战局下 无法实现 然而 海地此时要面对的 不仅仅是军方的偏见 或是现实条件的限制 还有一件令它感到更加难堪的事情 自动钢琴中打孔的卷轴 基于海地拉玛和乔治安塞尔 这两位来自好莱坞的跨界发明家 重要的启示 他们想到 倘若像卷轴编辑好 琴剑弹动的规律一样 事先定出一套 无线电信号的变化频率 在鱼雷的接收器 和舰船的发射器上 安装相同编码的卷轴 从同一时刻开始 以相同的速度转动 使频率跳动起来 就能够对无线信号 进行有效加密 海地将这项发明 命名为秘密通讯系统 尽管他们将自己的发明 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美国军方 希望用它来抵抗德军 U型潜艇的攻击 然而 这样的想法 却被美国军方拒绝 海地拉玛也因此 变得郁闷起来 不过 随着战争的加剧 这份专利的命运 也迎来了转机 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二年 美国经过一段时期的调研 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 商讨是否将跳频技术 用于军事领域 被邀请参会的海地 更是十分激动 他兴奋地期盼着 自己的发明将被军方重视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 会议当天 跳频技术 还是被军方认为不切实际 更令海地拉玛感到难堪的是 他早年间的种种经历 早已被美国军方 进行了一番秘密调查 让海地拉玛觉得难以承受的是 美国军方居然对他的忠诚 产生了质疑 原因就在于 他的前夫曼德尔 前面我们介绍过 他的前夫曼德尔 是一个军火商 从他的立场上讲 他是坚决地 站在纳粹德国这一边的 所以在他 他的兵工厂当中 还在为纳粹德国 生产相应的武器装备 因此美国军方 对于海地拉玛产生了 巨大的质疑 一个纳粹德国军火商的妻子 跑到我们这里来 给我们提供什么发明 最搞笑的 这个发明居然是想把 自动钢琴塞鱼垒里 太可笑了 我们根本不可能信任你 所以美国军方 对他的这项发明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把它扔在一边好了 战争局势这么紧张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他而浪费时间 美国军方最终决定 不会将跳瓶技术 投入战争使用 而是将它封存起来 在战火纷飞的几年里 海地从来没有放弃希望 他持续关注着战争的发展 一边为战士感到着急 与此同时更是期待着 有一天 跳瓶技术还能够得到政府的召唤 获得人们的认可 他也能够以发明家的身份 为国家出力 然而每当他询问美国海军 自己的专利下落究竟如何时 却总得到这样的回应 你不是美国公民 无可奉告 1945年 海地拉玛通过收音机播报的新闻 得知了这样的消息 日本政府代表 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线的甲板上 签署无条件投降文件 战争结束 和平的序幕拉开 笼罩在家乡上空的阴霾 终于散去 此时为战争结束而庆祝的海地 却有些黯然地意识到 自己倾注心血的发明 或许再也没有机会派上用场了 就这样 哪怕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 海地拉玛都没有得到一丁点 关于自己的这项发明专利的信息 那么对于他而言 这是自己和朋友 倾尽心血搞出来的发明创造 无偿捐赠给了美国海军 怎么就能这样石沉大海啊 多多少少 应该给我们一点相关的信息吧 所以他始终不死心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想尽各种办法去打听 我的这项发明专利 到底怎么样了 但是根据海地拉玛的自传 以及保存下来的录音资料当中 我们了解到了这样一个情形 1969年的时候 海地拉玛通过自己一位 在海军部工作的朋友 了解到他的这项技术 其实并不是像他一直以来 所了解的那样被人树枝高阁 反而是悄悄地 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很早以前就被引用在了战争当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大力发展无线业务的霍夫曼无线电公司 收到了一份未署名的专利 这份专利来自于美国军方 刚接到专利 霍夫曼公司的工程师 就将秘密通讯系统几个单词 牢牢记在了心里 原来军方命令他们研发声纳浮标 用来在水面上探测潜艇的位置 霍夫曼公司对这份专利的内容展开了研究 在声纳浮标探测到潜艇的位置后 利用这套加密通信技术 将信息传输给海军的飞机 就能够在浮标 飞机 舰艇之间 进行无线加密通信 这也是跳频技术的第一次成功使用 不过在当时 霍夫曼公司的技术人员还并不知道 这份突然出现在手中的不知名专利 正是海地拉玛和乔治安塞尔的发明 原来专利作者的名字 被美国军方从技术文件上删除了 他们就这样变成了被人们遗忘的无名英勇 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事件当中 美国的海军舰艇已经全部装备了 拥有跳频技术的无线电设备 实现了安全的保密通信 直到现在军用领域当中使用的电台 依旧会采用相应的跳频技术 为的就是通信能够保密和安全 那么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了 这个跳频技术听起来好像是 模模糊糊似懂非懂的 这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不是听说海地拉玛是什么蓝牙之母 WiFi之母吗 那么他发明的这个所谓跳频技术 和我们现在每天都在用的蓝牙 无线网络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海地拉玛发现的跳频技术 在解决无线数据收发问题上 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那么这项技术具体到我们现在的生活里 它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尽管跳频技术曾一度被军方血藏 甚至连海地拉玛 乔治安塞尔这两个名字 也被人们所遗忘 然而他们的发明 却始终推动着现代通信技术的进步 跳频技术究竟与现代通信 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我们邀请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张池博士为您进行解答 除了军事领域 跳频也广泛应用在民用领域 例如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蓝牙通信 就采用了跳频技术 蓝牙工作在2.4G赫兹频段 而路由器 无声电话 甚至微波炉 也都在这个频段 这个频段是相当的拥挤而嘈杂 如果在一个频道上遇到干扰 就快速地跳到另外一个 没有干扰的频道 如果受到干扰出现了差错 就跳到另外一个频道上进行重发 蓝牙每秒1600次的跳频 保证了通信的可靠和安全 跳频技术已经诞生了80年了 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在2.4G赫兹的免费工业频段上 蓝牙技术实现着无线信息的传输 不管是我们在工作中 实现电子文件传送 打印机和服务器共享 还是在生活中远程操控 其他电子终端等等 带有蓝牙功能的智能化设备 仍在不断涌入市场 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利用 无线技术正在改变着 人类的通信方式 1971年 美国夏威夷大学 曾建立了第一个无线通讯网络 他们将中心计算机 放置在夏威夷的瓦湖岛上 利用7台电子计算机 进行着跨越4座岛屿的通信 这也是我们现代无线网络的雏形 这样一种采用无线技术 替代传统电缆的通信方式 立刻引起了各国科学家们的兴趣 此后 无线网络逐渐投入商用 如今更是成为了 现代世界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通信手段 这个东西我相信我们大伙都认识吧 这就是我们的无线路由器 家里你想要实现无线上网的话 没有它是不可能的 但假如说您家里的无线路由器 是由您自己购买的话 我相信您在购买的时候 一定看到过这样几个字眼 什么字眼呢 那就是本路由器是双频路由器 什么是双频路由器呢 简单地说吧 它有两个频段 一个就是2.4GHz 另外一个就是5GHz 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说2.4GHz 它传播的距离比较远 但是这个频段特别容易受到干扰 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蓝牙技术 也是在这个频段上来发挥作用的 而5GHz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它不容易受到干扰 或者说2.4GHz 就相当于是一个三车道的公路 三车道只要出现任何问题 它就会堵车 但是5GHz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22条通道的 这么样的一条公路 这样一来 哪怕是你中间再有点挂蹭事故的话 不会影响大局 不过5GHz明显就比2.4GHz的频率更高一些 这么一来 它在传播过程当中 遇到阻碍损耗的能量也就更大 所以相应的 它的距离可能就会短一点 因此我们才会生产出来这种双频的 甚至是自动跳频的无线路由器 它可以自主地在2.4GHz和5GHz之间来回切换 让我们无论在屋里的哪一个角落 都可以收到比较完美的无线网络信号 现代社会中几乎家家户户都已经安装了无线网络 即使我们出门在外 打开手机蜂窝数据 也能够方便快捷地连接网络 进行即时通信 然而 对于中国通信技术的发展来说 像如今这样发达的移动通信网络 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 在移动通信系统的发展过程中 我国曾走在一条 从完全依靠国外技术 到独立发展的艰难道路上 1987年 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 出现了所谓的大哥大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 这绝对是一个新鲜的东西 没有电话线 它居然可以跟远方的朋友进行通信 所以一时之间风靡整个中国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在全国各地 开始部署自己的移动网络 但是对于当时的市场而言 有一个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那就是大量的金钱是被别人赚走了 因为97%以上的设备 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我们没有自己的通信系统 和相应的通信标准 只能处处受制于人 1998年1月 一场关于确定中国 是否提交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策略的 重要会议在香山召开 此时距离国际电信联盟征集标准的最后期限 仅有不到半年的时间 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移动通信网络中 中国并没有任何一项自行研发的核心技术 不仅网络布置成本高 由于接触较晚 我国和国外技术差距较大 要想和通信技术发达的国家平起平坐 难度可想而知 就在这种情况下 一位名叫李世贺的工程师 说出了这样的话 跟在别人的后面 人家做一个 我们学一个 到最后连老二都做不了 我们必须要超越 从此 他对中国移动通信标准 展开了研究 移动通信网络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 李世贺先生当年曾经算过一笔账 假如说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 我们依然依靠国外的技术 全部产品都需要进口的话 我们至少在十年之内 会花出去一万个亿 所以我们中国人 必须建立自己的无线通信技术 这样才能在市场当中 挤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 1998年香山会议之后 李世贺带领他的团队 迅速投入到了相关领域的 科研公关当中 仅仅在半年之后 他们就成功地研究出了 属于自己的系统 那就是TDSCDMA 学名叫做十分同步码分多指 并且把这份标准提案 在国际电信联盟 征集标准的最后一天 提交了上去 到了第二年的十月 第三代移动网络标准选定会 在韩国召开 然而正当李世贺先生 准备去参加会议的时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签证居然出现了问题 战争时期 海地拉玛研发的跳频技术 为军用无线加密通信 乃至现代的无线网络技术 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此后 蓝牙 无线网络等现代通信技术 相继出现在市场中 成为了社会中重要的通信手段 当战争结束后 欧洲和美国几乎占据了 全世界的无线通信市场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想要迈出 研发移动通信技术的第一步 十分艰难 一位工程师带头研究起了 我国自己的移动通信标准 这位工程师名叫李世贺 仅仅半年的时间里 李世贺团队克服技术难题 成功研发出中国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 然而 正当他准备动身参加评审会议的时候 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 工作人员在电话的一边 气喘吁吁地告诉李世贺 他的签证竟然出现了问题 原来各国当时都已经意识到 建立移动通信标准 能够获得的利益 面对中国突然提交的通信标准 这些竞争对手们早已串通好 不给中方开具签证 使李世贺蒙上缺席会议的污名 也让我国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 不了了之 情急之下 李世贺联盟拨通了 国际电信联盟主席的电话 他此时十分担心 凭借这样一通电话 是否能在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 起到作用呢 万幸的是 在得知李世贺因签证问题 无法出席会议时 国际电信联盟决定 让他拨通会议现场的一个号码 在电话里介绍他的标准由来 正是在这样曲折的经历中 我国的TDSCDMA标准 因为技术优势 获得了国际电信联盟的认可 成为了第三代移动通信时代的主流标准 此后 随着电子科技的进步 中国通信专家再接再厉 成功建立了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 而到了武智时代 我国的无线通信标准 更是成为了被全世界认可的唯一标准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今天 我们仅仅在三十年的时间里 就完成了从依靠进口 到自主研制通信标准的巨大飞跃 除了早已营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无线网络和移动网络之外 无线通信技术还在一些其他的领域当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比如我们现在人人都离不开的 北斗导航系统 它具有导航 定位 寿时 以及短暴纹等诸多功能 这样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是跟跳频技术的产生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呢 正是由于跳频技术的诞生 才是无线通讯的广泛使用成为可能 我们才能享受北斗卫星 为我们生活带来的便捷 如今 使用北斗卫星系统 我们可以进行森林防火预警 在探测到火情后 第一时间将信息传输到救援部队 并精确规划营救路线 倘若地震等灾难爆发 救援队能够收到的第一个求救信号 同样通过北斗传输而来 它独立于我们目前的通信系统 不但能够标定求救目标的精确位置 还能够提供求救人员数量信息 经过后台计算分析后 规划救援手段 除此之外 近年来在农业领域 北斗系统更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它能够实现厘米级的耕种精度 甚至对不同土地 施哪种肥料进行精确设置 提升耕种的效率 小到手机通信 无线网络 大到卫星数据传输等等 无线通信技术 如今在人们的生活中 正逐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这项技术的电机人 海地拉玛 不但没有被人们所了解 他的晚年生活 更是带着一抹悲凉的色彩 1997年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塞米诺尔小镇的一所老年公寓中 一通电话响了起来 电话的另一边 是一位过着身居远出生活的老妇人 每天的时间就是坐在电视机前看看节目 听听广播中报道的新闻 这位形单影子的老妇人 就是已经83岁的海地拉玛 当电话铃声响起 她颤巍巍地走了过来 听筒的另外一边 响起了一个陌生的声音 您好 这里是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 一个致力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机构 一次偶然的集会 他们从美国政府尘封的档案里 看到了一些海地拉玛的故事 并了解到 这位伟大的发明家 至今没有因为自己的发明 获得任何利益 他们决定给海地颁发奖牌 表彰她为无线网络和电子通讯技术方面 所做出的贡献 海地沉默了许久 说出了一句 这一刻终于来了 半生的努力与艰辛 曾经不幸的婚姻 和那位钢琴家知己相伴的生活 种种经历 伴随着这样一通电话 再次浮现在眼前 她忍不住善然泪下 关于海地拉玛留给人们的最后一段记忆 是在2000年一时 她曾兴奋地给女儿和儿子打电话 让他们打开电视 在电视中 一支维也纳交响乐团正在进行着演奏 她开心地向孩子们说 快看 这就是维也纳 维也纳 屏幕中维也纳的画面 仿佛仍是她记忆中家乡的模样 几天后 海地在睡梦中 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有人曾经这样计算过 海地拉玛的发明 市场价值如果放到今天的话 估值应该是在300亿美元上下 但是我们今天也都知道 海地拉玛从未从自己的这项发明当中 得到任何的金钱利益 也许对于她而言 有了如此丰富而又传奇的人生经历 金钱在她的眼中早已不那么重要 正如她在自传当中所说的这样一段话 思想伟大的人 可能会被思想渺小的人打倒 不管怎样 你仍然要胸怀大志 花费多年铸造的东西 即便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摧毁 不管怎样 你要继续铸造下去 给这个世界你最好的 尽管将饱受打击 不管怎样 你也要将最好的送给这个世界 战争时期 好莱坞女演员海地拉玛 从自动钢琴中获得灵感 她发明的跳频技术 成为了现代无线通信的重要基础 战争结束后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无线通信已经广泛应用到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 无论我们此时共处一室 还是跨越半球 利用移动手机网络 无线网络 卫星传输信号等 我们就可以完成 覆盖全世界的即时信息交流 和数据传送 无线通信技术 不仅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更悄无声息地 永久改变了 人类的通信方式 她藏于人的体内 在不经意间 会突然变成夺命杀手 从被发现到逐渐认识 人类花费了数百年的时间 从被盲目追捧 到弹枝色变 但固醇为何总是颠覆 人类的认知 血管里的白色幽灵 解码科技时 下期播出